一星期一本书 感觉好幸福对吧 也可能你是单休 刚刚忙完一周的工作 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 放松大脑和身体 好好地休息一下 优秀的女人总是比别人 活得更加的智慧通透 越早明白五件事 生活越幸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题目叫做 越早明白这五件事 生活越幸福 一起来听 心态比年龄更重要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不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智慧 真正的智慧 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 而是随着阅历的丰富而提升 诗人费尔南多·佩索哥曾经说过 除掉睡眠 人的一辈子只有一万多天 人与人的不同在于 你是真的活了一万多天 还是仅仅仅生活了一天 却重复了一万多次 能够提升阅历的 不是日复一日地重复昨天 而是赤诚地热爱着当下每一天 读书 旅行 不断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沉淀气质的不是岁月 而是一个人的觉悟 坦然面对得失 不随着年龄的增长 降低对自己的要求 不断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 也许容貌会随着年龄衰老 但是魅力却会与日俱增 好好爱自己 很多人都在做一件 本末倒置的事情 年轻时偷知身体 拼命赚钱 年老时花钱买健康 拥有健康 才是享受生活的基础 健康是一 事业 家庭 地位 财富 都是零 当有了一 后面的零越多 生活才会越幸福 一旦没有了健康 一切都是空谈 一品高的女人 运气都不会太差 杨岚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形象 是一张名片 衣着得体 外表端庄 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自我成熟的表现 没有人有义务 必须透过你 连自己都毫不在意地 拉他外表 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在意自身形象 是拥有高品质生活的第一步 注重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定期运动 作息规律 总有一天 你会发现 受益无穷 成年人的生活里 没有容易而自 世界上 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 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 就像是何炯说的 要得到 你必须要付出 要付出 你还要学会坚持 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难 那你就放弃 但是放弃了 你就不要抱怨 人生就是这样 世界真的是平衡的 每个人都是通过 自己的努力 去决定自己生活的样子 生活不会更容易 但你可以更强大 喜欢就咬牙坚持 不喜欢就趁早改变 与其在纠结中 蹉跎犹豫 不如找准方向 坚定前行 追求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女人一定要有钱 口袋里的自由 决定着你一生的幸福 也决定了 你脸上笑容 更能在遇到爱情的时候 有底气地说 面包我有 你给我爱情就好 低质量的社交 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不是所有接近你的人 都是朋友 如果跟他吃饭 你总不开心 跟他处事 你总吃亏 跟他待着 你总觉得累 这种只想占你便宜的人 还是趁早远离 不是所有的朋友 都是你的人脉 有的人平时毫无联系 一旦遇到事情 才会想起你 只不过是想利用你 也有的人 和你不在同一个层次 也只不过是通讯录里 一个名字而已 真正的人脉 不是施语 也不是卑微祈求 而是两个实力相当的人 做资源交换 低质量的社交 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利用独处的时间提升自己 自然会吸引到真心的朋友 获得高质量的人脉资源 爱不爱是其次 相处不累才最重要 相爱容易因为五官 相处不易因为三官 不少人在爱情里面 经历过很多次试错才明白 喜不喜欢 合不合适 能不能在一起 有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三件事 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不用伪装 也没有压力 你只需要做最自然 最放松的自己 你不用多好 他喜欢就好 你不用为他 刻意改变成什么样子 因为你的任何模样 都是他最喜欢的样子 感情是不能强求 也不能将就的 和三观相合的人在一起 才能相处不累 今晚的分享就是这样 拥有一个好的心态 好好爱自己 生活本不易 不要抱怨 不要蹉跎岁月 找准方向 坚定前行 低质量的社交 不如高质量的独处 和三观相合的人在一起 希望你能做到以上五点 活得轻松自在 洒脱一点 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点赞转发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喜欢文倩的声音 欢迎大家关注文倩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今晚九点半FM 大写的FM 关注我 每天晚上睡前 听文倩 为你读书 文倩在小龙虾之乡 湖北前江 祝你 晚安 他不记得 脸上 天色 江岸 他 洗过的 发现 心中 火焰 短暂的 狂欢 以为 生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脚中的星星 已烟消云散 疯了 累了 痛了 人间戏剧 人间戏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笑了 叫了 叫了 走了 走了 青春离棄 两城美景奈何铁 疯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谁辛苦 为谁甜 这年花青色逝去 却别有 冬天 两城美景奈何铁 为谁辛苦 为谁甜 这年花青色逝去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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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泪了 泪了 痛了 人间戏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